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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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進到第八章所謂非理想的氣體 那我們一開始上課呢 跟各位是用一個PV圖形介紹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裡面很重要的一個information就是 我們的氣體呢 並不是像理想氣體那樣遵守 一個反比的PV圖形 而是它到一個critical temperature 甚至是pressure的時候 它開始會做異化 那這異化的過程呢 是會跨過一個 蠻大的雙向區 其實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這個部分 跟各位介紹就是雙向區的平衡 就是說 進到我們一個區間呢 也就是我們PV圖形會有一個反區 那個反區很大 那這個反區裡面就涵蓋所謂的雙向 就是氣向跟翼向可以共存 那氣向跟翼向可以共存 那氣向跟翼向共存呢 一開始我們 用PV圖形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很重要就是看 從自由能的觀點來看呢 在這個雙向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我們必須一開始呢 再把這個局部的PV圖形呢 再重畫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局部呢 我們把那個反區的情形放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一些行為 這需要一點討論 那我們把裡面有一些點呢 把它定義出來 待會會用得到 我們來看這個圖形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information 就是說這個轉折 這個轉折我們怎麼去描述它呢 用斜率來描述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P跟V的斜率呢 在轉折區呢 有很大的變化 變化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是T大於TCR 遠遠大於T 就是我們這邊highT的時候 PV圖形是完全反比的 所以呢 我們掉到P over delta V 在固定溫度下 它的斜率是小於0 但當T小於TCR的時候呢 就有分段 有的時候是大於 有的時候是小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講說 要用自由能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再回歸到 GIF3Energy呢 它的這種 基本的形式 FoodsdT加VdP 好 我們要再看一個 固定溫度的時候呢 這件事情 在反區的這件事情上 自由能到底是如何變化 好 我寫這樣子 FoodsdT加VdP 但是我們討論在某個給定的溫度下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的G呢 積分呢 假設啦 我的F呢 是指FinalState 那T呢 是指我一個給定的溫度 我的自由能呢 我的自由能呢 圖形呢 對不起 那個方式呢 應該要這樣子寫 一個FinalState 我把它積分 那等於自由能就 InitialState 的自由能 加上 InitialState到FinalState 和VdP的積分 好 好 那我們要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因為我們要看看 這個反區呢 對整個自由能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自由能又對兩個項 氣跟 氣體跟液體 這種共存 或者說分離 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 那因為我們要做VdP VdP的積分 那用圖形來畫會比較簡單 那注意 這不是PdV 以前我們畫PdV呢 通常X軸化成V 因為我們習慣積分 被積分的那個函數呢 是畫X軸 但今天是VdP 所以我就要把剛才 剛才我黑板擦掉這個 Pv的圖形呢 轉個90度 讓V變成所謂的Y軸 然後P變成X軸 這樣我積分的時候 會比較不會搞混 好 那這個圖形呢 一樣有個反區 這時候我的Y軸變成V 那X軸變成P 那我圖形變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想像它其實是 是一個轉過90度 而且翻過來 之後的圖形 那我們定義一些點 好 因為我們需要做積分 所以 我們把那個X軸切成一些等分分 對應到上面這些點 那我們會 看看這些積分呢 參與的面積是哪些 這就是自由能 你左邊的那個VdP自由能 積分的這個意義 圖形上的意義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你還需要一點時間的舉手 都OK了 我們看這個圖形呢 第一位 我要做VdP的積分 所以基本上 你現在走的路徑呢 比如說 GA這一點 Gb到Gc一直走下來 每一點 你積分 就是說你自由能 會不斷的變化 那你不斷變化的根據 就是左邊那個 是VdP 那VdP在數學上呢 用圖形來表示 就是我們這個圖形 積分的行為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假設我現在 從GA走到Gb 就是Gb這一點呢 它的自由能 要怎麼寫 好我們看Gb這一點呢 事實上 這一點 等於GA淺一點嘛 假設GA這一點的自由能 本來就知道了 這是GA 注意你現在給的這個溫度呢 是一個 你現在是固定溫度看這件事情 整個圖形是在一個固定的溫度下 所以溫度的效應不用看 那Gb這一點是GA呢 做這邊的積分 所以你加的面積是下面這一塊 就第一塊 這個長 有點像長方形的 那它的面積呢 是 1AB2 1AB2 從1上來 1到A 然後B到2 等於這一塊面積 好 那樣Gc呢 一樣我們一樣從A開始 那跨過的面積呢 是1AC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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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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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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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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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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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只看到它的積分的話 只有到5這個地方 就是1A15 我看到面積 事實上你要把中間 把這邊這個小小的包圍把它算進去 所以事實上你的面積是 巨月一路積到1A15這邊 再加Area EFG 加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是有參與 這是你所走的路徑 所以要被積分到 好,那到這邊也沒問題 到J 到J的時候 你等於是整個面積 加上這一塊 好 那到這邊都比較沒有問題 重點是到J的時候這邊有一個轉折 這時候你的積分會變成怎樣 會變成負的 所以你過這個轉折點之後 你所參與的面積就要扣掉這一部分 那舉個例子 到K來講好了 到K 你走的路徑是整個路徑到這邊 到這邊都還算是正的 但是因為你到這邊有一個面積 跟這邊的面積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看K這一點 等於是到CFI 這一塊面積加起來 然後再扣掉這一塊 請注意我寫黃色的那一塊面積 IJK是要被扣掉的 那我這邊提示你 就是說 你要積分路徑是 你真的有走過路徑才能把它算進去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 我們每一個點呢 自由能量都可以用這種方式算出來 那我們把這些點湊起來 我們把它畫成GP圖形 看看它會長什麼樣子 我要你回憶我們第七章 一開始畫GP圖形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用H2O這種CASE來看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第七章 各位GP圖形斜律是正的還負的 GT是什麼 GT的斜律是負的對不對 GP斜律 可是GP的斜律是正的對不對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只有畫兩條線 一條是異項線 一條線是什麼 固項線 而且它們是岔開的對不對 好 那樣的CASE在這樣圖形呢 不見得完就不是相同的CASE 我們現在看的是細項跟異項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GP圖形 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我把對應的點呢 都寫出來 好 我們的GP圖形呢 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項圖 這個GP的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呢 這個圖形呢 D這一點呢 D這一點很重要 D這一點是所謂的 氣跟液的開始的轉折點 常常就是這個地方 那在這一點呢 對應到上面呢 就是這一點 D點 那我要你呢 回覆成我們沒有翻過來的這種樣子 就是P是Y軸 V是X軸 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 A開始走到這個地方 就開始進入所謂的雙向區 那D這一點呢 就是我們雙向區的起點 那你怎麼知道它的起點 事實上 這一點你開始怎樣 斜率開始有點轉折了 所以那個地方呢 就是所謂的 VL的Turning Point 那在這一點呢 壓力開始會飽和 什麼叫飽和呢 就是說你 V呢 不斷縮小 你壓力事實上 如果照理想氣體 你的P要增加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沒有無限增加 它開始在這一個 整個區間呢 都有一種飽和的狀態 就是說你壓力 體積呢 雖然縮小 可是我壓力並沒有成反比的這樣增加 直到你過了這一點之後 所以這一點也是我們的壓力 開始飽和點 那F 這一條線是什麼呢 請問A是什麼項 A是氣象還是異項 A是氣象還是異項 對不對 氣象嘛 對不對 A是氣象 對不對 因為A是屬於 壓力比較小的區間 它是氣象 好 那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A呢 你一路從ABC到D呢 開始變成 要變成異項 對不對 到D 理論這一點要變成異項 那也就是說O呢 是異項 好 O是異項 好 那 所謂的D到F這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是 氣象呢 你過來呢 理論上來變得異項 但是呢 因為 這種 行為的產生 這一段呢 變成過飽和的 過飽和的氣象 好 過飽和的氣象 就衝過頭了 好 衝過頭了 那這一段呢 一樣的意思 就是 這一段呢 變成是過飽和的異項 好 好 我們用 之前我們比較熟悉的圖形 來看看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 像是蝴蝶結的這種行為產生 好 那 這是我們以前學的觀念 第一個區P圖形 它斜率是正的 沒有問題 好 那以前我們學的觀念就是說 如果有一條叫做氣象線 一條有異項線 它到一個 比如說這個低點 它就要做一個轉換 好 那事實上你 隨著P呢 增加呢 該走的整個系統 該走的路徑呢 是這條路徑 以前我們學系統呢 該走的路徑呢 是能量最低的路徑 對不對 好 沒問題嘛 那 也就是說呢 在低點之前呢 走的是氣象的路線 然後到 過低點之後走的是異向路線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case呢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以前呢 自由能是這樣分開 完全分開 就是說過了低點呢 向完全的0跟1的變化 就馬上變成另外一個向了 沒問題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呢 你的雙向區非常大 非常大 就是說 進到有一區呢 是 你沒有辦法說它就是0 它就是1 它是有點 借在0跟1之間 雙向都可以共存的區號 也就是因為 這一區呢 雙向共存 它自由能呢 分不出來 誰高誰低 因為它是連續的向變化 連續的向變化 變成我們這一條線呢 會接起來 就是為什麼這邊有一個三角形產生 就是你看到那邊那個東西 那為什麼會接起來 就是因為 雙向區喔 這兩個向呢 共存在大的區間呢 自由能呢 在這個區間呢 是連續的 不僅呢 自由能在這個區間是連續的 而且喔 注意喔 這一區喔 和這一區喔 就是所謂 我們那邊寫的過保的區域 那在這個區間呢 其實自由能度跟低呢 其實非常的靠近 也就是說呢 這些過保的區間 是有可能 存在的 因為它自由能 離低呢 這一點呢 就是轉折點 並不是相差的 就是說他們這一區其實 能量都非常靠近 我這圖形畫的 還不是那麼的誇張 照理說 因為只是為了清楚 就是說兩條線 讓各位看出來是分別 實際上這兩條線 其實是斜率 是沒有差很多的 理論上它的感覺 今天我們只是為了讓每一個點呢 讓你清楚 看清楚A B C D 這些東西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實際上它的自由能呢 應該是壓得很扁的 壓得很扁的意義就是說 在轉折點附近呢 包括轉折點 還有這些過保的區間 他們自由能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接近到一個程度是 他們可以是被容許存在的 這跟之前呢 我們看到 照理說 就是說之前學的GP圖形 這兩條線呢 斜率差很多 那種感覺不一樣 兩條線斜率差很多 你過這一點 一定要轉成另外一個項 其他這個區間 跟這個東西差 自由能的差非常大 假設呢 這個是 以前我們講的 這是Sully 這是Liquid 這斜率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你過這一點 它一定勢必要做一個很大的轉變 到Liquid的Face 而且你也不太可能有過保和這種行為發生 因為這個自由能跟它差很多 但事實上在這種Case 我們兩條線的斜率其實是怎樣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在所謂的過保和區間跟雙向區的轉折點 他們自由能都非常接近 所以是有共存的空間的存在 好 那 這個地方是我們課本呢 就是說 在這一區跟各位的介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那我怎麼知道說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這個 相變化會產生 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 我們在把圖形變回原來的PV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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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我們把圖形再倒回來 再回到我們一開始畫的那個圖形 即使讓你的溫度變化的時候 到溫度越來越低於T-critical的時候 你的圖形有很大的轉折 而且轉折越來越大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課本這個時候問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知道我們saturated就是所謂的飽和壓力 事實上就是怎樣 對每一個不同溫度點 每一個飽和壓力都不太一樣 那個飽和壓力就是說在那個溫度之下 我們這氣E達成平衡的一個壓力點 就是所謂的低點 低點就是開始轉折了 在D這個點自由能分布出來說 到底誰的自由能比較低 因為那個時候氣跟E是達成平衡 那對每一個不同溫度點 它的飽和壓力又不太一樣 那課本告訴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檢視方法 就是說假設呢 這個這一條線呢 它的壓力 你也不知道在哪一個點它會達到飽和 對不對 可以是 只要呢 它可以是任何一個壓力點嘛 但哪一個點才是所謂的飽和點呢 飽和點就是說 當你切到你跟你的PV圖形切到這個1跟2的面積一樣的時候 1跟2的面積切到是一樣的時候呢 這一點這個給這個壓力點呢 就是所謂的飽和壓力點 我再說一次 你的壓力點呢 可以上上下下 但是你切到一個面積是1跟2是一樣的時候呢 這個是你的P呢 就是對這個溫度的飽和壓力點 一樣 對下面那一條溫度呢也是一樣的 我寫這段話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PA、PV是針對這兩個不同的溫度呢 的飽和壓力 那這個飽和壓力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它切過去呢 1跟2的面積呢 剛好是相等 那為什麼會相等呢 就是 做的功呢 你看這是PV圖形的一個積分嘛 那它積分的正跟負的時候 它一樣的時候呢 就表示它達成一個平衡 那這個點呢 我想明天我們再會 在很快再說一次 好不好 那明天下午我們課繼續 今天先到這個地方